跑 我是古阿牧 今天要來做一個 乾冰加寶特瓶的實驗 在狂獸這部電影裡面 有一群人想要抓女主角 但女主角不想被抓 所以她就拼命逃跑 跑到了一個市場 撿到了一些 掉在地上的乾冰 跟裝水的寶特瓶 接著她把乾冰 裝到寶特瓶裡 然後慢調思理的 一邊逃 一邊丟出乾冰寶特瓶 這些乾冰寶特瓶 也在幾秒之後 產生了砰的效果 把追來要抓她的人 統統炸斑了 所以問題就來了 乾冰加寶特瓶 真的可以產生 砰的效果嗎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看看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場地 一樣是我們的好朋友 半島秘境 借我們的私人用地 一開始呢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到底把乾冰 裝到有水的寶特瓶裡 多久之後它才會爆嗎 我準備的這個是自來水 可是我有加了一點使用色素 畫面拍起來比較明顯 那電影裡面看起來 它大概寶特瓶是裝六成左右 這個是六百CC的寶特瓶 所以我大概裝個 這樣有四百吧 好 差不多 接著我這一箱是乾冰 電影裡它有一個很明確的動作是 待會蓋上蓋子 才會產生爆破效果 它怎麼一直在冒 它會不會消失的 比我放的速度還快 電影裡它其實裝的有滿的感覺 我裝好慢喔 女主角在裝的過程中 可能就已經被敵人追到了吧 我現在蓋蓋子 電影裡面它是蓋上蓋子 之後才開始計時的樣子 幹 快 我的盾牌 靠腰喔 水都噴出來了 這個威力看起來 有點厲害喔 所以它這個是不是有點像 我們把那個鋁箔包 我們不是都會吹氣 然後把它踩爆 它爆破的原理應該是這樣 把它氣太多對不對 反正看起來蠻強的 剛剛這樣到爆是幾秒 八秒是不是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我放了六條乾冰 然後八秒內瓶子就破了 那我這次要來測試一下 它這個砰 威力到底怎麼樣 我把它埋在沙裡面 待會我們看看可以炸出多少沙子 我這次少加一點乾冰 看看它爆的速度會不會慢一些 不然八秒感覺不太夠跑 你看女主角那種從容不破的樣子 它應該起碼有三十秒以上的時間 去緩衝吧 好 一條 兩條 三條 第四條 用小條的 來囉 關 好 欸 蠻久的 我一直在 慾念它要爆的感覺 而且這個爆炸聲有點大耶 我們要不要把耳朵捂住 這次裝四條就蠻久的 為什麼我沒有爆 哇 那現在很尷尬耶 我要走過去看嗎 萬一我走到一半它爆了怎麼辦 應該已經一兩分鐘了 它沒爆我過去看一下 可能我沒轉緊是不是 它氣不夠多 我們重新來過好了 我先去放一下盾牌 再試一次 順便重新把這個瓶子給埋好 幹 跑 哎唷 比想像中的威力小耶 看一下 肉眼看不出沙子被炸起來的感覺啊 有點弱喔 欸 剛剛很奇怪耶 我第一次放六條也是八秒九秒左右爆 我們測一下好了啦 如果我只丟一小條 然後鎖緊 我們看這樣最久可以拖多久它才爆 靠腰 這樣應該夠遠 這一個乾冰有辦法爆嗎 欸 已經一分鐘了耶 沒有爆 什麼情況 我看它被撐得超大的 哇 乾冰沒了 所以一條乾冰不夠 這麼尷尬的嗎 瓶子變好胖喔 我不想要碰那個瓶子了啦 我要遠離它 我們直接再坐一次 我要鎖囉 快 哇操 幾秒幾秒 11秒 OK 我們現在就正式來模仿電影裡面 看看到底能不能像女主角一樣 很帥氣的在市場中丟出三瓶 乾冰寶特瓶 那我們剛剛實驗中 可以知道 只要我們不把寶特瓶的蓋子蓋起來 它都不會爆 所以女主角 它應該是先像我這樣子 都先裝好 然後把寶特瓶帶在身上 喔 好忙喔 它這個動作要很快耶 後面有敵人在追擊我 好 接著我把寶特瓶藏在身上 我猜它應該左邊口袋放一瓶 右邊口袋放一瓶 一瓶拿在身上 接著我們要學它一樣慢條十里 很愜意的 拿蓋子 上 太慌了 太慌了 我還有一個 它應該不會太快揮發吧 正式來囉 我要從這裡走過去 邊走邊鎖緊 10秒 丟下去 快 好慌 還沒有 不要爆 等一下 啊 啊 啊 好不帥喔 幹 它怎麼做到如此愜意的啊 媽的 不行我這樣很不帥啊 最後一個要帥一點 欸 怎麼還不爆 我走完啦 哈哈 哎唷 這個速度有點久喔 剩下一個了 追我的人都被我炸翻了 嗯 我剛剛 看起來很鬧 都是裝的 都是節目效果 實際上 我一點都不怕 怎麼還不爆 非常棒 別人都被我炸翻了 OK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論吧 那在我們今天的實驗中呢 你可以看到 當我把乾冰 裝到這個600CC的寶特瓶裡 鎖上瓶蓋之後 平均來講大概8到15秒 可以產生砰的效果 再來呢 從我們剛剛模仿女主角的整個動作中 你可以看出 只要你跟女主角一樣 經過長期訓練 鎖寶特瓶的速度夠快 那你就可以像他一樣 慢條絲理 從容不破的 一邊走路 一邊鎖緊乾冰寶特瓶 一邊丟出去 把市場裡的菜灘 雨灘通通乍斑 藉此逼退追擊你的敵人 最後就是 以後如果你遇到 有人要拿乾冰寶特瓶丟你 你不用怕 你只要在5秒左右的時間裡 趕快再把寶特瓶的瓶蓋轉開 就沒事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實驗 希望這個實驗內容 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想看我做更多電影實驗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告訴我是什麼電影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男人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